所有的人都在推卸責任 他們只要權力 奪權力 而且所有的解決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他們選中的那個 例如最近發生的校園槍擊案 拜登不是去那邊繞了一圈 然後說他什麼都不能做 但是他想做很多 而且他的出現 只證明了這個慘案是有利於左派的 打個比方Michigan的Waukesha 一個黑人至上的 開著車在聖誕節前夕的遊行 衝著撞死了好幾個人 這樣子不符合民主黨要的 所以拜登就不會來 而且過幾個小時之後 這個新聞就會從媒體上面消失 那像說芝加哥這樣的城市 幾乎每天都有黑人死掉 凶手都是黑人 週末的時候會有多起槍擊案 而且那個城市 是從石器時代開始 就是被民主黨控制的 而且在芝加哥發生的那些慘案 也都不重要 所以不需要報導 原因是因為民主黨這群人 其實他們不想要保護人 民主黨對於人類的看法 是厭惡而且反感的 但是他們很會喊口號 他們很會取名字 他們喜歡把校園槍擊案 還有把白人至上去超市 槍擊案曝光到百分之兩百 但是他們什麼都不想做 越基本越能阻止槍擊案的事情 他們越不想做 而且說那些都不是原因 例如現在對於校園槍擊案 就有一個 Harden School的一個方案 就是在學校上課的時間 只能有兩個出口 而且那兩個門都是要單向的 就是只能出不能進 還有那兩扇門都要佈置兩名警察 就這些基本的 如果有這些存在在油高底的話 兇手很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不然就是會短時間內 馬上失去戰鬥力 所以這個問題就被問到 白宮新的發言人 Kareem Jean-Pierre 的身上 拜登願不願意至少付出 這個樣子的行動 結果他說 當然不會 The problem is, with guns and not hav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deal with an issue that is a pandemic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so that is not his focus obviously and when it comes to schools and I don't know what he said specifically about schools I know there's been conversation about hardening schools that is not something that he believes in 他不想要加強學校的防備措施 這不是當務之急 也不是解決方法 把門鎖上不行 問題不是學校太容易被侵入 是強制 我們要進的是槍支 各位知道過去這50年 持槍率是增加還是減少嗎 1970年代持槍率是43% 各位猜猜現在是多少 42% 持槍率並沒有增加 並沒有變化太多 甚至還有稍微減少了一點 那為什麼70年代沒有現在這樣的槍擊案 可能不是槍的多少 槍有什麼改變嗎 我們的槍跟70年代的比起來 比較先進嗎 比較高級嗎 有高級很多嗎 也沒有啊 AR-15可能變帥了一點 鐵苗變成紅點 但基本上AR-15就是AR-15 沒有任何的改變 子彈也一樣 AR-15被使用在謀殺的案件裡面也非常少 不過有個東西是改變非常大的 我們的家庭破碎變高了 我們的離婚率變高了 我們教會人數變少了 社會焦慮變高了 性解放 躁鬱陣 心理疾病 暴增 但是左派不想要改變那些 所以他們就會處心機率的針對那一把槍 AR-15 只要進了 美國就天下太平了 這就是他們說的 這就是他們要的 事實上就是他們有成功的禁止AR-15一陣子 結果什麼都沒改變 現在我們有的AR-15已經被監管過了 OK 等於就是原本70年代的AR-15的太監版 他們的時候持槍率43% 可以有全自動的AR-15 但是我們現在大屠殺的槍擊案變高 然後他們怪的是槍 這跟我們留言區裡面很多人說的很類似 有些人說他不同意 警察跟軍人有專業訓練跟情緒管理 人有槍的話會殺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覺得你家人會殺你的話 能搬多遠搬多遠 如果是你的老公的話 請你馬上離婚 然後請警察限制他跟你的這個安全距離 那天那個影片裡面的警察的行為 槍手在裡面殺小孩 警察把媽媽壓在地上上手銬 你看到了嗎? 拿著電擊槍指責召集的父母 你看到了嗎? 你要把你自己跟你的小孩的安全交給他們 是你的自由 只是當歹徒就在門口 然後警察12分鐘才到的時候 你就只能怪你把你自己的安全交給了政府 而且你沒有權利管我的自由 因為你有保護你的自由的權利跟義務 你選擇放棄 外發給專業的事後勞 我甚至不用講新聞事件 各位可以想一個這是玩笑話 名偵探柯南大家看過吧? 有哪一次木木警官 比柯南先到的? 柯南我從小學五年級看到現在 請問警察 就出了幾個人 還有的人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把小孩留在公立學校 把左派踢出去 不應該把正地留給他們 Yeah 你要怎麼做到? 你的生活當中 你有沒有為了生活跟左派妥協? 你認為你的小孩抗壓性會比你高嗎? 老師幫他出色情作業 練童癖書籍的作業還有功課的時候 你的小孩有能力拒絕嗎? 有能力抗拒嗎? 我不知道或許有 但是我們如果要奪回公立教育的話 我們就要好好保護我們的小孩 讓他們準備好了之後 有正確的價值觀之後 再出去當言跟光 在他們準備好之前 把小孩放到公立學校 只是讓你聽起來好像很有想法 然後你的小孩是個犧牲品而已 而且也沒辦法阻止變態殺人框 再進槍區殺人 保護自己的孩子跟教育自己的孩子 本來就是父母的責任 不過這些都是合理的 而且值得討論 而且辯論的 我覺得非常好 也非常有營養 至少跟現在左派強力推行的變性人 議程不一樣 他們沒有任何的理由 沒有準備好 就把自己的觀點強迫要別人接受 就算有理也沒辦法說服人 男家兒童和尚團 現在開始報名了 男家兒童和尚團成立於1998年 曾到紐約 波士頓 華盛頓特區 夏威夷等多處演出 並參與國內外各大音樂節 榮獲各大獎項 均取得優異成績 從即刻起接受報名 課程均由專業指揮教師指導 每個星期六下午有分4-8歲 9-12歲 以及13-18歲 不同年齡段的課程培訓 歡迎打電話 626-779-6767報名諮詢 或是登陸網站填寫資料報名 記住 在報名的時候 請告訴他們 你是看到AI News來報名的 會有一部分款項 特別贊助到我們的施工哦 按摩